这里是开国堂北美时间2021年6月22号的下午 我们接着讲第二部分 回顾一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到的 美国的Q的一个新的行动的变更 就昨天讲到了紧急重大事件节点 那么今天主要是围绕着郭文贵提供的 中共上层 据说他们开会习近平范园谈到的 要对欧美国家进行生化战争 进一步的生化 在下丘交际时候 然后借机发动对台湾的突然袭击 想借这个理由 把世界引到战争范围 然后以战促谈 那么让大家忘掉疫情 这个是个人的意想 我们讲完全的意想 他只要不管是两样东西 哪样东西再发出来 他死得更快 如果他对台海发动战争 那就死亡的更快更快 因为那是明显的民战 大家看到 如果对欧美国家再发动生物战 再引起一个第三第四波的病毒的话 那么我估计 可能还会再缓一缓 但是欧美国家 我估计他就不会再缓了 直接可能就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灭绝了 这个时候就不警告你了 说不定不宣战了 直接就灭你了 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 欧美国家或全世界形成共识 中共研发病毒释放病毒 威胁全球人类 那么国文贵的信息主要讲到了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就是主要中共处于一个最后的一个所谓的 几乎是没有希望里面的一个希望的一点 他们认为有希望 其实我们看来他基本上没希望 所以因为什么呢 他再拖下去西方社会都准备好以后 他胜算机会更没有 趁现在西方还没对他完全合拢的时候 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时候 他就想进行一个反击 这种反击 但是我们认为他这个反击会加速西方的合拢 就是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更加的快速的对中共进行剿灭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接着讲围绕了中国的变革 革命之类的 所以我们用了个鸡蛋与革命 看上去这两个好像不相关 大家知道这两天我们一直围绕的 第一个对中国问题的解剖 中国文化的问题解剖 第二个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现在的状况 我们都做了这方面的理论性的 就等于前瞻性的这类的分析 今天就等于又把中共的现实的状况 也分析清楚 下面我们就讲下一步的 下一步的话 中国的那个变革或者是变化和路径 包括可能的后果 那么我们前面用了一个鸡蛋与革命 鸡蛋和革命 大家觉得这好像两个不相关吗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形容比喻的 那么大家我们分析下来 你们看看是不是很恰当 我们首先谈叫什么叫革命 我们在十几年前写散文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一个杂文 应该叫讲 那时候写了很多关于概念 包括文文福啊什么 包括什么叫革命 革命的话应该是革和命 革是变革 彻底的变革 命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有东西 但中国的革命呢就是杀头 杀头啊 杀头其实另外一个方式的就叫 格股鼎心的话 叫变化你自己的观念 真正的革命是变化你的观念 我们现在大家跟开武当时间长了就知道 自己的命运是跟自己的观念紧密观念 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他观念的求隆 观念的奴隶 观念就等于是一个房子一样了 你的什么样的观念你就在观念之下 你被观念所左右 观念系列出来加起来 形成一个逻辑性的系统性的 那就是思想 我们讲的啊 中国人是没有逻辑性 所以有散乱的观念 散乱观念东拼西兽 这个形成的 所以严格来讲革命就是改变你的观念 你改变过去的观念才叫革命 也或者叫革新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什么叫改变观念啊 过去的 你的行为等于是过去观念的烙印 过去的行为是你过去观念的社会表象 是一个烙印 那么你的观念一改变以后 你的行为 为了待能处事的行为 东西都会发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变化 这个叫革命啊 所以革命的话最好是自我革命 他人革命是革不出来的 我们讲到这点 别人要革你的命 那就杀你的头了 你不改变观念 我就把你剁掉了 就是这样了 所以革命应该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是自我革命 所以革命应该用到个体上 但中国人没有个体主义 也没有个体的观念 所以革命都往往去革别人的命 革别人的命你就变成了一个强制洗脑 强制洗脑就是共产党搞的革命 都是革别人的命 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杀掉 所以共产党 中国人把革命看成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听我话 不听话我就把你干掉 然后他是这种状态 那么西方的revolution就是改变你的观念 revolution就是释放或者改变你的观念 你观念改变你这个人就变换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那么鸡蛋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这主要是讲到了中国人 鸡蛋的形状有点像中国人封闭的 外面是一个硬壳鸡蛋外面一个硬壳里面是一个蛋黄 一个软体的东西 软体的东西 那么就说中国是一个封闭体系 外面是一个强力的一个疆域 物理环境强制性的在里面 比方北边我们一直讲 零海雪原 西边是黄土高坡 南边是原始森林 那么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那就相当于一个蛋壳一样的 硬壳包在里头 然后他又用了一个专制独裁 黄泉的方式一整套的系统 强制性的用暴力 加上这种地理环境就强制的控制下来 所以对中国来讲 对这个族群来讲 他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就像一个鸡蛋 就像鸡蛋 里面有蛋黄 蛋黄的话严格来讲就是 我们讲到的孔孟之道 儒家的一套东西 黄泉一套 或者上军书的一套东西 上军书一套东西形成了蛋壳加蛋黄 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么鸡蛋怎么付出小鸡 那叫革命 革命你要破壳而出 换一个新的东西 革命也就鸡蛋变成小鸡 变成小鸡的话 你首先要受精 什么叫受精 就是我们坦率讲 叫有新的思想进去 如果没有新的思想进去 那个鸡蛋时间长了 就变成臭鸡蛋了 时间长了 再在温度下面就会变成臭鸡蛋 臭鸡蛋以后 一般来讲鸡蛋就是臭了 它也不可能破 很难破 我们讲的告诉大家 所以它是一个高稳定状态 所以首先一受精 受精以后呢 就是引进新的思想进来 你像现在的民主意识 现在的自由 独立 像我们谈到了这个个人主义 这些新的观念进去以后 导致蛋黄开始有所 革命性的变化 里面就开始要重组 重组以后如果在外在的温度下 就叫夫小鸡 母鸡夫小鸡 有一定的温度 那么在中国这个环境情况下 什么叫有一定温度呢 一个是不断的提供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 还有一个外部大外部环境 就是鸡蛋外面的环境 就是世界的环境 一个就给它 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 说白了就是这40年的改革开放 40年的改革开放就等于外部的一个大环境 你跟外部接触以后 大家温度 你这样保着它 保着它才能够起来 但是遗憾的是内部的受精 就是共产党是个打压 不让你受精 不让你受精 所以你光用外部的这个温度 温度去保着它 里面又没有那种观念的改变 那这个鸡蛋就反而变成什么 臭鸡蛋 或者是死鸡蛋 死鸡蛋 以后温度又达不到那么高 达到那么高 那就煮熟了 煮熟了就另外一块事了 但它又没煮熟 煮熟就变异了 我们讲的变异另外一块 又没煮熟 没煮熟呢 又有一点温度 然后又没进去 那么里面就慢慢的细菌又含在里头 那么里面就变成了一个散黄 散黄以后变成臭鸡蛋 所以中国这个环境 历来黄泉下来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中国的黄泉 它就相当于一个臭鸡蛋 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个臭鸡蛋 到最后呢臭鸡蛋你里面它对我往外攻不破 很难攻破 除非它里面发生所谓叫农民起义 比方自然灾害以后 那里面的硫化性气体太厉害以后 有可能会把那个壳给泵灭了 那么臭鸡就熏出来 然后再重新开始 那么现在的状况呢 就是外面的温度一直保 保在里面就会变质 要不变成鸡蛋熟鸡蛋那种那种蛋黄 他们都凝固在里头 现在有点那种凝固在里头的样子 有点 同时呢有一部分就发臭了 发臭 发臭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 那个这个变成了 多少它有一点点受精 也不是说完全一点没有啊 有一点受精 所以它里面呢就变成了这种四不像的一个鸡蛋 就叫毛鸡蛋吧 我们讲叫毛鸡蛋 毛鸡蛋 这个是很麻烦 毛鸡蛋就等于是你小鸡里面又没敷成 然后蛋壳又破了 这类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鸡蛋与革命 就是说中国你如果说你没有外在思想注入的话 它里面不会发生内在的变化 没有发生内在变化 你就靠外面什么 去砸它 你不外面不砸它 它里面就基本上一直原始的状态 一直流下去 流农一样的啊 流到最后就是腐烂了 腐烂变成硫化精气体 臭味凶天的时候 那么在一定条件就爆裂啊 爆裂就等于黄巢倒闭了 我们讲的啊 黄巢倒闭了 那么在黄巢一倒闭那个那个臭气熏天啊 下来就污染了遍地 那个时候是最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鸡蛋的形容来比喻比喻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 一个变革了啊 一个方式或者千年下来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这一点呢 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啊 所以如果说你不给里面注入这个这个新的变革思想 不外面还要有一定的那个外部的条件啊 保着他那么他才会付出小鸡出来啊 新的生命才会脱壳而出 也就是这个族群里面的新生才会战胜啊 因为这两样条件缺一样都不行啊 告诉大家缺一样都不行 所以任何事情从这个系统来讲 这两样东西很重要啊 那么过去中国人的那个受惊的啊 就是思想呢 就比较偏颇一点啊 也就是我们鸡蛋里面人接受这个思想 就是以民主制度为主啊 这个就偏了啊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个体的价值啊 就个体主义啊 加上自由和独立啊 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 那才是真正的鸡蛋的受惊 否则的话就变成其他昆虫 或者其他那些动物的受惊 生出来的东西可能似不像啊 似不像怪奇怪疤的 可以变成一个魔鬼体都行啊 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你受惊受挫了 然后你再去敷它啊 那么出来就是怪奇怪疤的东西 怪奇怪疤的 那就似不像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让大家意识到中国的变革是比较艰难 比较艰难 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 我农民造个反啊 这类的就可以起来的啊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就不要去变成别人的炮灰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啊 同时呢 按照这个方式你可以检测 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发生变化 什么时候不到位啊 那么世界的这个温度啊 民主的温度和社会的文明的温度一直在熏陶了中国 中国只要跟外部接触啊都会对他有影响啊 首先呃呃 应该是共产党的官员到世界各地都看了 他其实都是心知肚明啊 心知肚明但是呢 他有一个难点在哪儿 第一个他自己的方向不要知道是西方世界啊 文明世界是好的啊 生活都很好 但是自己怎么改变怎么转啊 转过去怎么去衔接 他从来没考虑 这就是没有受精啊 没有给这个鸡蛋受精啊 受了那么其他的大民运能士呢 他也没看到一个本质啊 所以给这个鸡蛋受了精也不是正常的 所以这里面就导致中国的里面的啊 混乱不堪 那么只有一些有思考的人啊 慢慢就会知道啊 知道这里面应该真的受精 叫自由和独立啊 个体性的情况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啊 那么目前的话 开悟堂这里面正式提醒大家 一直提醒过去是一直以来 对我讲 但是过去是在国内是不够不被宣传的啊 现在的话有了油管以后 我们有了音频以后 在国内不断的传导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啊 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在世界大局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鸡蛋就开始要负小鸡了啊 我们讲到负小鸡 这是一个一个趋势 但是从格局来讲 这个鸡蛋孵出来的小鸡 可能会多胞胎 多胞胎 一只鸡就是一个小国度 我们讲的啊 因为中国严格来讲 这个三十个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之内的 那就是有三十只鸡蛋 三十只鸡蛋 其实比这可能还要更多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就是鸡蛋与革命这一点 千万记住一点啊 什么叫革命 就是你的观念要发生改变 如果观念不发生改变 那么那个受精就受了 根本就用不上去 然后外面你再拼命给它加温 你只能让这个鸡的生命力啊 鸡蛋的生命力就丧失掉 就变成了一个熟鸡蛋 熟鸡蛋是没有生命力的啊 没有生命力的 那只能变被别人啊 那个成了别人的营养啊 成了别人的那个饮食啊 那就说那就变成我们讲到的鸡鸭猪狗 就是比人家粘板上的肉了啊 所以一定要注入一个正确的受精啊 这样的一个思想 这就是精神的萌芽 什么叫受精 我们中国人讲精神的精也是这个啊 所以精华的精也是这个啊 那么就是核心的东西 最根本的东西 最根本的对人文来讲就是个价值观啊 这个价值观调整的就是一个观念 调整好了这个精就注入下来了 这个注入下来就是你的起点 就是你的原发地啊 你的起那个发心 我们讲到发心啊 用佛家里面讲到的发心 或者是这样 所以你发心的正了以后 后面自然就会啊 正了起来 而且以这个标准体系来衡量自己 然后走自己路 那么逐渐你就会长出什么 五官啊 肢体啊 真的就完全正常的发育啊 就甚至是羽毛也慢慢就丰满起来 到那个时候的自然就能够顶破那个壳 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也是一个个体能成长到成熟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样 你如果说你有孩子 你在给孩子注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正常的这个精啊 这个正确的东西要注入进去 注入进去 孩子他会自己长的 然后外面适当的给他一点点营养啊 什么叫营养 包括温度啊 也就是说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些必要的常识啊 然后保护他不要受到伤害啊 在他还没付出小鸡之前不要受到伤害 壳不要被别人打破一样啊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自己会成长自己会变化啊 记住自己会成长自己会变化 而不是要你去手把手的去给他啊 那个纠正啊 这类感觉就是要把教育变成培育啊 培育就是你在外面敷小鸡啊 给他保持一定的温度 保持不被别人伤害的一个状态 那么根本的话呢 你要注入一个 我们讲到了最根本的这个这个叫受精啊 就是原始的一个价值观里面的一个根本体系 我们一般来讲 对孩子来讲就是平等和就事论事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点 那么孩子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茁壮的自然的发育 自然的成长啊 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开窍了啊 一开窍的时候 他就开始顶破壳了啊 顶破壳就是一个活活的生命开始 其实跟随我们的家长 有几个已经知道 现在孩子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 家长会越来越轻松啊 第一个是家长越来越轻松 第二个孩子成长得越来越快捷啊 越来越来越 什么叫快捷跟别人比啊 就是说自己的愿望 不知不觉当中 孩子都能达到了 为什么你首先 你根正 我们叫根正啊 就是就是这个注入的根 这个本源是非常正确的啊 孩子在平等平等的情况下 他就没有外在的其他的压力 然后就事论事的情况下 他能够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 孩子又没有外在的压力 额外的压力啊 我们讲的额外 他他自己有追求自己的压力 但是没有一些额外的 使他走偏或挤压他的那种压力 然后自己又找到规律 然后在规律过程当中 建立起来了自信啊 通过自己 那么他就会茁壮成长啊 茁壮成长一旦这个时候 只要这两样东西 他形成了习惯 就相当于小鸡破壳了啊 破壳 一个鲜活的生命 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命就开始诞生了 剩下就是小鸡到大 那么增加一点抵抗力 比如外面的温 积温啊 这里什么叫积温 就是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讲 就是社会上的变动啊 一些情况 别人对你的欺负啊 是遇到鸡啊 遇到什么猫啊 狗的对你的威胁啊 小鸡嘛在外面是吧 遇到黄鼠狼 你怎么办法 这个呢 就是在给他增加一点 抵御外界的力量的一个常识 我们讲的 其实他只有保持的 平等和就事论式情况 他都可以抵御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 他慢慢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成长 成长得越来越健壮 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一个人是这样情况 一个国家 一个族群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同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次讲到的鸡蛋与革命的原理 我们告诉大家 让大家明白这个基本常识 那么下来呢 我们就要说一下变化于路径 变化路径主要是针对的中共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他掌控了全中国 掌控了这个族群 所以我们就要关注他这块的变化 他如果他现在是处于我们这个顶尖啊 这个盖板一样的 如果他不掀开 他不发生分裂 不发生垮塌的情况下 我那么整个也就他不改变的话 这这个族群就闷了下面啊 闷的下面就很难 就像那个鸡蛋一样的 一个封闭体一样的啊 我们讲到这个 好我们放在今天这个后面一个 我们专门谈这个变化于路径啊 变化于路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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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